眼前这位帅气的盲人,除了看不见外,剩下的凌驾全是外寡,他靠着敏锐的感官和聪明的大脑成了全美国破案第一狠人,不仅会格斗,还会射击,前提是要有位好搭档,那此人到底有多狠呢,跟着小金往下看就知道了。 一架飞机发生暴露事件,紧急降落在刺程机场,两名乘客发生纠纷,其中一人受伤,施暴之人竟是个盲人,广剑对警察这样说道,我试图好生相劝,却遭到意外抵抗,但从音量判断他体格硕大,虽然我是盲人,但鼻子比狗更灵敏,从他体温中闻到兴奋剂的味道,于是按住他的颈动脉让他暂时丧失行动能力,然后又从行李中翻出一把枪,话说,瞎子要枪有用吗? 然而广剑竟是美国超级王牌探员,他因过去某个事故失明,现在靠敏锐的分析力嗅觉和触觉来解决问题,警方调查结果出炉,被打伤的乘客确实检测出兴奋剂,因此他的行为应该获得褒奖,老道作为企划市长,负责安排广剑一切,警示厅司长宣布日本与美国深入合作共同打击犯罪,接下来破案率第一狠人上台演讲,从现在起宣布参与侦诞无差别连续爆炸案, 致此与老道成为搭档,而老道则一脸嫌弃,第一起爆炸案发生在两月前,之后又发生了三起,地点和时间都很分散,使用的全是简易爆炸装置,爆炸规模虽小,但迄今已造成28人受伤,广剑仅用几分钟就听完400页专案报告并记在脑子里,酒粮主任一脸质疑,既然你是王牌,可以告诉我们你心中嫌犯的轮廓吗? 广剑根据报告推断,嫌犯在经济上并不宽裕,而他又是一个勤奋的人,酒粮反问,我们检查过爆炸周围监视器并没发现相同的人出现在案发现场,就是说案件不是同一人所为。 广剑直言,一个拥有鉴定意志的人制造了爆炸物,他将这些炸弹分送给一群素不相识的人,因为他们有共同价值观,比如一些对生活感到绝望,对一切无所谓的人。 也许,他们在自杀网站或贴文中相识,所以我建议应该重点监控论坛和网络游戏类帮人。 以上回答,酒粮不算很满意,毕竟都是一策,职人小七极未认同,接着又发生新的爆炸案,广见要求盘查围观群众身份资料,也许歹徒就在现场观察爆炸效果。 然而,这不是美国不能强迫民众,既然如此,那就让我来认歹徒,嫌犯生活在火药堆,只要对方呼吸说话我就能感知到。 众人一脸疑惑,并没拿他当一回事,临走时请技术员小七帮忙,让他共享头戴摄像机画面,这样两人就能在手机电脑上为自己说明前方情况了。 之所以要自己去,是因为嫌犯不会怀疑瞎子。 小七负责报告位置,老刀则在一旁掩护,话说从上百人中辨别气味,根本不可能。 当即要求老刀喊一嗓子,还有另一颗炸弹,这样吃瓜群众肯定先跑,反之嫌犯会因好奇而留下,我可调查过你,你为了抓到对犯,可以不择手段,吼起来,你是最棒的。 围观群众大幅减少,广建开启感知模式,闻到一位小哥身上有炸药的味道,很不巧,老刀被轰走,嫌犯心虚逃跑,只能依靠小七指名方位。 可广建毕竟是盲人,被嫌犯暴打一顿,老刀赶来为时已晚,然后就被警局高层训斥,贵宾刚到日本,就让人家受伤成何体统。 最后这事被警局次长压了下来,从爆炸现场监视器可以看到,有个蓝衣男将纸袋放在书丛后面,快步离开后,便发生了爆炸,样貌也被拍下来,酒量让小七别管那一小哥,我们已经找到犯人了。 另一边广建一点事儿没有,大赞饭店食物不错,原来被揍当天把追踪器放进嫌疑人的包里了,没告诉老刀,是因为不合法,吃完饭,我们就去他制造炸弹的地方看看。 原来广建十岁时应火灾失明,于是去了美国投靠父母,加入联邦调查局后,专门负责音频分析,随后在办案中获得赏识,参加了特别探人真实,射击测试也顺利通过,不过需要搭档配合。 老刀全家则都是警察,从东大法学院毕业后没有选择高级警官之路,而是在第一线自由自在做事,来到定位地点只剩背包,他家可能就在附近为了以防外衣就扔掉了。 广建通过打响指挥音和阳台晾晒衣服的味道,就能判断出楼房所在位置,让老刀根据照片找阳台上的衣服,别说还真有,根据旁边的衣服就能确定闲犯在和父母住。 不过嫌犯没在家,只有老妈一人,一借厕所为由进到家中,通过特制盲人手机发短讯,告诉老刀有火药味,再用头戴摄像机找证据。 然而嫌犯的老妈却拿出刀,顶在广建老腰上,与此同时蓝衣男被抓,他只是个网友,根据聊天记录确定,炸弹制造者就是那小哥。 小哥名叫英辅,打算采用自杀完成最后的目标,老道打不开正门,只能从邻居阳台爬过去。 原来英谷一直在照顾患病的老妈,老妈放下刀具哭着说,儿子曾是个特别开朗善良的孩子,但他在国中却遭到了霸凌,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学校,一直宅在家里。 后来他尝试打工养家,可最后还是无法融入其中,他一定是想拉着那些霸凌过他的人一起见上帝,其中就有一个在派出所当警察,老道忍不住冲进来找到制造炸弹的房间。 英辅一拳将霸凌过他的警察放倒,再将炸弹放在桌上展开最后的复仇。 这个时候广建突然登场,小七通过远程监控报告情况,很明显英辅心意已决,一旦被包围必然引爆。 因此广建只能冒着被打损的风险制服他,由于英辅有引爆器,老道只能看着,高层却持相反意见,要求他立即开枪,老道最后还是选择相信那男人。 广建只用胳膊肘,就将英辅下巴打脱臼,完善后将功劳平分给大家。 本来酒粮主任想开骂,竟不知该如何开口了。 大家越来越喜欢广建,没事就坐在一起,听他讲难以置信的案件,上级批准小七加入老道一组,担任后勤之援。 某某河堤发现一具女尸,虽然广建和酒粮都在同一刻,但两拨人马属于竞争关系。 广建只摸了一下尸体,就知道死亡时间,同时还知道杀人的时候在别处,被丢到河堤应该是在清晨四点到五点之间。 这样暴躁的艳尸观老田刮目相看。 勒死女人的胸器是条大约三缤分的皮带,周围没有监控,也没有随身物品,身上有很浓烈的玫瑰香水味儿,老道一听特别愤怒,肯定是那个叫清柳干的。 三个月前,她刚离开监狱。 之后说起十二年前,一个叫清美的女子遭勒死,胸器同样是皮带,也喷了玫瑰香水。 清柳是个医生在池袋开了一家诊所,曾因为现女病人被捕,但杀害的清美是她的病人,因此警方很早就将她列为重要嫌疑人,监控显示死者曾和清柳有过接触,附近仓库找到了两人头发才将她逮捕,之后被判有期徒刑14年。 此人小时候经常遭受母亲皮带鞭打,他母亲喜欢玫瑰香水,老道认为那个变态是把清美当母亲杀害了,估计这次也一样,进门后就是一顿暴打, 现场还有一位记者 清柳委屈地说,12年前我没杀过人,是这个人逼我认罪的,警方已经查明遇害者身份,川岛春香34岁与清美是朋友,昨晚凌晨12点左右,离开工作地点回家,应该是在0点到1点之间遭杀害,按照死狼推定时间,清柳有不在场证明。 案发时,他在和记者直播讲述监狱生活,老道不以为然,戴着口罩和墨镜可以随便找个提身,万一是提前录好的呢? 以上都被侄子小泉证实不存在,广见说话了。 凶手用了和12年前一样的杀人手法,这才是问题关键,犯案过程中,全都使用了皮带和玫瑰香水,知道此事的只有清柳和部分警方人员,或许真正的凶手就在我们内部。 酒粮小组吃饭时,无意间说了主任曾和老道交往过,警示厅次长和老道是兄弟,胖子吉春向金藤组长发送消息,证据已被销毁警放心。 第二天,老道打人的视频就被传到网上,之前那位记者调查过他,这位暴力警察只是被警察世家收养而已,而他的生父竟然是强盗杀人案的犯人,根据以上结论认定,是老道故意捏造证据陷害的清柳,这次老道竟无言以对,广见放下手中一切替好搭档说明情况。 昨天我去夜店疯狂了一波,玩的那叫一个开心,还体验了日本传统游戏,这家店就是川岛生前工作的地方,那里的员工大多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,与他们聊天能获得许多启发,川岛的闺蜜桃子告诉了我一些不为人知的事。 12年前,当案情陷入僵局时,老道刻意让一个女病人接近清柳,但人就是川岛,之后收买了她,并在清柳诊所安装窃听器。 从谈话内容得知,清柳曾以朋友名义租了一间仓库,调查命案现场附近监控后,发现死亡推定时间的两小时前,被害人与清柳在一起,最终导致被捕,半年后还找不川岛,不让他告诉记者任何事,为此拿了很多风口费。 老道这样解释道,过程根本不重要,反正找到决定性证据了,不是吗? 广见反问,今天我和小七一起去问过那家店,店家根本不懂如何操作监控,于是将检查影片的工作交给了你。 就是说,老道很有可能随意窜带影片,再将毛发藏在仓库里,你一旦认定是坏人,就有着异常的执着,对于受害者而言,根本不在乎,抓清柳才是本意。 而只能透过语言情绪来判断你内心充满了扭曲的正义感,你身负是杀人犯,又被警察释迦收养,所以才会害怕自己心中潜藏的邪恶吧。 警方主动向柳青道歉,广见突然说那两个女子很可能是老道杀的,12年前杀了清美,并将罪名推得清柳,为了封口又再次杀了川岛,酒良一脸问号。 然而当晚柳青就向老道展开复仇,在监狱里,我可没少受罪,两个女人确实是我所杀,只为嫁祸给你,记者竟然也是帮凶你感性,你一旦失踪,就会被大众认为是畏罪潜逃。 老道笑着说,终于有机会再把你送进铁篱罢了,这次节目正式开始,广见表示,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清柳是凶手,给遗体喷了那么多玫瑰香水身上肯定也有,销毁衣服证据没卵用,老子鼻子比狗都灵。 第一次进你家闻了鞋子,里面有玫瑰香水的味道,接着在确认脚的尺寸,那时就已经确定凶手就是你了。 之后既由直播制造不在场证明,又利用口罩和墨镜这些可疑物品转移焦点,故意让我们怀疑是替身,但我通过声音判断,回声并非在记者家,而是一个更宽敞的空间,也就是这间仓库。 然后你走出画面,在旁边杀了川岛,那就是发案的时刻,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气喘吁吁,当你们发布那段影片后,确信这就是报复,于是和老道设了一个陷阱,顺势将他逼入绝境,再根据定位找到这里,当听说广见一个人来的时候,脑瓜子嗡嗡响,不过不用担心记者被秒杀,随身还带了一把手枪。 之所以没叫帮手,是因为警局疑似有内鬼,所以才要单独行动,就这样,老道再次将其逮捕,酒粮不解,既然知道凶手,为啥不按规矩报告,广见表示,你只是担心老道吧,金堂和吉春不太自然,原来两人经常去穿倒那家风俗店, 尤其金堂大爱陶子小姐,酒粮还在柳青家发现了广见偷摸放的窃听器,其实犯人的计划早已被知晓。 赤田谷发生一起杀人事件,被害人曾是个有名的姿势型演员海斗,这个时候总能少得了广见组合呢,立即开始进行现场勘验,一体180公分俯卧在地面,后脑勺有钝气殴打痕迹,现场距离马路有一段距离, 仅是听内部两拨人马看谁都不顺眼,不管多小的事都要吵一架,广见摄影机能自动分析画面并将各种资料用语音的方式告知自己,为了办案方便还笼络了老田,死亡推定时间再昨晚一点左右,现场只有一把不知道是谁的钥匙,死者曾宏吉一时但因持有大麻被捕过,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荧幕前了,第一个发现的人是一位叫鱼鸟的大牌演员,广见可是他的铁粉, 正好离这儿不远,就是他工作室,进屋后看似一通乱摸,实则在找房门钥匙,甚至连地板都不放过,总之遇到什么摸什么,通过打响只确定排练房间完全隔音,还有一个很大的定制空调,调整范围可以从70度到零下10度不等,之前排练设定为零下10度,可开机吹出来的却是热风,云鸟也不清楚为何会这样, 房间各种道具一应俱全,还有两个大型扬声器配合模拟各种声音,什么都让摸,唯独剧本不许碰,广见表示,反正我又看不见,就让我这个铁粉文一下呗,排练过后,鱼鸟通常会洗澡,过去曾与海斗合作几次,昨晚两年左右一直在排练,但没人能证明,临走时问了个问题,你没有丢失钥匙吧,鱼鸟表示没有啊,他老婆千情带着儿子回家,同样也是现在的当红演员。 警方通过附近居民获得重要证词,深夜一点过后一对情侣在遛狗时听到灭案现场,附近有人大声吵闹,内容为我是来干掉你的,很像是海斗的声音,死前打很多电话给女演员小种以及制作人封坚,小种曾和海斗交往过,深夜一点左右,他在家里没出过门,也没人能证明,封坚则在餐厅写稿有目击证人,现场只有一把银鸟工作室的备用钥匙,而放在他家的,是客友制造的, 编号的主要是,文化过程中也没有感觉到动摇或恐惧,所以他不太可能杀人。 明天广见要去询问小种似乎掌握了某些线索,但并没和老道说。 四日戴着护手霜,送给小种和封坚,如果方便的话,请先戴就擦一下,护手霜味道很浓烈,两人也很喜欢。 突然传来消息,鱼鸟竟然自首了,起因是,海斗经常找自己借钱,但他的要求越来越过分,事发当晚,我们扭打成一团,然后拿起石头,将他砸死了。 广剑告诉九粮,凶手应该不是鱼鸟,肯定是遭人威胁,或是在保护某人。 但小泉在剧本中找到决定性证据,他在公园杀死海斗的时候,剧本背面沾到了血,广剑打开袋子,闻了下当即要找他太太,随后也让他试用一下护手霜,此时已经知道谁是嫌犯了。 之所以明明说是想试探下老道,老道表示,倘若杀人现场和死亡推定时间是陷阱,那么嫌犯多半就是那个小姐,但我们没有证据,只说了这两句话,就得到广见认可。 接下来我们一起完成最后一集。 首先,鱼鸟认罪自白本身就很奇怪,因为杀人现场并不是公园,而是鱼鸟工作室的悬官。 第一次进他家,我闻到了漂白水的气味,透过发光试剂检测,就是海斗的血迹。 可有人深夜一点听到海斗在公园争吵啊,老道直言那完全是扯淡,广见继续补充,大约晚上11点左右,凶手在玄关附近杀害海斗,用道具轮椅将尸体运到排练场。 那个房间可以将温度调到像沙漠一样,尸体在高温下会延迟死后僵硬现象,从而延迟死亡推定时间。 当时1点左右,公园出现的声音是他俩合作过的影视剧台词,凶手事先用手机录好台词,设定好时间, 将手机放在公园播放,再通过轮椅将尸体运到公园拿回手机,顺便扔下备用钥匙,这是为了逼迫鱼鸟自首的陷阱。 随着发案时间的改变,鱼鸟明明有不在场证明,却不敢说出来,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,比如见情人,我说的没错吧,小种小姐。 案发当天早上,鱼鸟洗脸台上放着中间被挤过的牙膏,然而鱼鸟自己使用过程中却是从尾部开始,挤牙膏的方式会呈现一个人的个性,从中间挤的人会一直从中间挤,除非被人强迫,否则一辈子都不可能改变。 也就是说这个排练场除了鱼鸟之外,还有一个会从中间挤牙膏的人经常来访,通过挤牙膏测试,他太太和封肩都是从尾部开始,而小种小姐则是从中间。 当晚一点左右,鱼鸟应该在你房间,可为了隐瞒外遇,背下杀人的黑锅完全没道理啊,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,对鱼鸟来说让有前科的演员攻击,再通过正当防卫杀掉对方,顶部判三年,回归后仍能保持人气,反之出现布伦,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。 结论就是,有人威胁了鱼鸟,鱼鸟交出来的剧本成为铁证,凶手在发案时手上的剧本沾到了血,再和鱼鸟交换,就是说在场各位谁手上有他剧本,谁就是凶手。 大明星鱼鸟同步带剧本到现场,但之前我近距离感受过,剧本散发着钢笔墨水的味道。 广剑闻到熟悉的墨水味道,原来凶手近是封肩,案发时不在场证明,反倒成了漏洞,因为唯一能透过延迟死亡,还能制造不在场证明的人,就只有你了。 闹了半天封肩和鱼鸟也有婚外情,剩下的大家自行脑补,次长让小泉定期报告广见情况,不能让老道和他走得太近。 封肩之所以要杀海斗,是因为海斗拿婚外情相威胁,同时让情敌小总背锅,你以为这就完了吗? 酒粮追查到千秦一年前,就曾和海斗通过电话,接着再利用海斗骚扰两个女人,这才导致命案。 小七带着广见一起跑步,广见通过脚步和呼吸,就知道他以前在田径队待过,不巧前方突然有个男人倒对嘴里说着被人刺伤,经过检查, 他并没有伤口,但手上有被针刺的痕迹,送到医院不治身亡,死者是外务省职人老季,早上途经东京车站中途心脏衰竭,他妻子军香看起来特别伤心,血液中检测出风毒,但从毒性来看要比天然风毒强很多,被遮的地方四周发年,貌似被涂了某种药物,用黑光手电一照有个图案,小七支支吾吾吾地说是个狼,广见猜测应该是遭人刻意下毒。 经过两天分析,极有可能是人工强化过的毒素,狼印是对黑光产生反应的特殊涂料,如果不是广见要求做病例检查,这件事可能就被当作一般自然死亡结案。 于是,老道进行调查发现,还有三个非自然死亡事件,他们都是倒闭在车站附近,也都有狼印。 老季是外务省高级官员,疑似向某国泄露情资,其他三人也都涉及重大不法行为。 各界专家齐聚一堂,也无法解开神秘标志,总体看来绝对是的重案,但广见不以为然,只想找受害人老不问话。 军香与老季心疯不久,号称对狼印一无所知,然后当场让小七画出这个记号,毕竟看不见没有概念,画完后广见觉得是条狗,问他为什么你觉得会是一只狼呢? 小七貌似有难言之隐,但广见能从呼吸和声音中分辨出对方是否在说谎。 小七这才说了实话,这是反击色狼印章,当遇到色狼时,把印章盖在对方手上。 军香也绷不住说了实话,原来他老公因色狼纠纷正在打官司,律师提议, 最好支付和解金,有一个色狼受害者协会,我俩都是会员,那里就有的卖。 通过介绍结识了色狼受害者协会代表人梅雪,他是大学副教授,主攻健康和体育理论, 之所以成为这协会代表,是因为有亲人被诬陷为色狼,老季曾找过梅雪资讯, 当得知他被印章刺伤死亡一脸惊讶,梅雪问还有其他受害者吗? 大概两月前,协会信箱收到一封邮件,内容是,我在色狼印章中装了毒针,这帮色狼都该死。 警方正开发布会,一旦发现印章,请通知最近的警局, 然而民众却把毒针大人当成了神,印章销量暴增几乎人手一枚, 现在最大的疑问在于还没找到任何一个装有毒针的印章, 自从新闻报道了毒针一事,色狼案件大幅减少,广见粉丝暴增越来越有名, 小泉还是想让小七退出这次调查,因为色狼犯罪,让他内心留下过伤痕, 广见希望由小七自己决定。 刚说完就出现新受害者,老孙36岁目前正在医院急救, 还有一位用反击印章刺伤色狼的少女向警察自首, 影像分析结果出炉,远口同学乘坐的是2号车厢, 而被害人则是在9号,也就是说远口用印章带的是另一个色狼, 但并没有使用毒针伤人。 小七看着女同学特别悲伤,那名受害少女竟然会伤得那么深, 老孙已经恢复意识,醒过来后特别嚣张, 我可没有身弦诸手,又没有受害女生站出来控诉,老道直言, 那你的手为什么会被印章刺伤呢? 9号车厢所有女性可都是证人哦, 如果你愿意配合我们调查,就可以一身清白重返社会, 急电小七不接受也没办法, 这是为了避免制造更多受害者不得已而为之。 老孙终于承认,老子不仅是个色狼,还是个偷拍专家的说, 我在鞋里藏了摄像机,伸进女生群体偷拍的时候被刺, 但是刺自己的人并不是我在偷拍的女人, 我们还有个色狼群组,彼此不知道性命, 最近也无法联系上他们。 之前遇害的四人闹了半天都是同伴, 还有一个叫做老师的人是领导, 可有一个叫导根的已经死亡, 却在群里邀请老师, 这很可能是凶手盗用导根账号, 想把老大骗出来, 并且凶手打算在门金线行动, 老师身高170公分, 穿牛仔裤戴黑马。 所有人不防地铁等待时机, 没看到戴飞帽子的男人, 难道说今天换装了吗? 既然如此, 广剑打算用耳朵掉出犯人, 所以就需要借老刀眼睛一用,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凶手。 万万没想到凶手竟是梅雪, 他在找出凶手预告信时只点击了两下鼠标, 如果要找两月前收到的邮件, 理应需要更复杂的操作, 换句话说, 这都是事先准备好的。 另一位小哥瑟瑟发抖, 到战后, 梅雪做好必死的觉悟冲向那人, 然而独针却盖在了小七脖子上, 原来跑的那人就是老师, 想考肯定没满, 这次警方可是全体出动, 小泉心态爆炸, 敢伤害我最喜欢的女孩, 看我不搞死你。 梅雪交代了所有事实, 五年前, 未婚夫水谷因色狼罪名遭逮捕, 她一直坚称自己无罪, 无奈最后和受害女性达成和解。 自那之后, 水谷得了忧郁症自杀, 梅雪通过律师每天查看车站监视器, 并搜寻色狼, 终于发现了岛根, 再通过岛根找到了色狼集团, 我未婚夫因他们蒙受不白之冤, 必须斩除。 唯一的遗憾是没干掉岛松, 然而梅雪弄错了一点, 水谷是个彻头彻尾的色狼, 色狼群组中也有她的聊天记录, 所以梅雪的所作所为既不是复仇, 也无关社会改革。 小七经过抢救正在好转, 十年前她是个田径高中生, 曾写过一封信给美国调查局诉苦, 每次出赛都会被拍下不雅照片, 并公开在网络上, 更糟的是一个看到照片的男人开始跟踪, 这让小七无法踏出家门一步, 而那封信就是寄给的广剑, 也就是说素未蒙面的两人已经认识了十年, 小七觉得一个盲人能做到全美破案率第一, 肯定经历过很多心酸, 至此受到鼓励, 成立一名警员。 当广剑第一次听到小七这个名字的时候, 立刻知道是当年写信给自己的高中女生, 在门外偷听的小全也开始崇拜广剑这个男人, 老松这个色狼不知悔改继续偷拍, 不过这次被老道和小全抓现行, 神奈川又发生一起针对网红的伤害案, 酒粮小组已经赶到现场, 房子25平左右是个开放式厨房客厅, 餐桌上摆放着各式料理与红酒, 遇害者奈秧是个料理网红, 然等他的主意以美妆和食尚为主, 大约一年前开始分享料理, 之后关注人数急剧增加, 案发时他原本独自一人在喝红酒, 喝到一半去洗了个澡, 就在此时凶手打破玻璃门闯了进来, 洗完澡后和凶手正面相遇, 疑似遭打致死, 死亡推定时间在昨晚12点前后, 后脑有遭打击痕迹, 贵重金属和名牌包都被拿走, 然后广见开始闻料理的味道, 这些菜全都是海鲜和肉类, 但那样却是一位以健康为诉求的博主, 没有蔬菜这点非常不自然, 老道发现还有一条狗, 据说发现尸体时他就在客厅, 右前脚好像沾到了什么液体, 广见闻到一股橄榄油的味道, 第一个发现者是网红公司员工责度, 还有烹饪网红小青两人, 网红公司主要业务是担任企业与网红之间的桥梁, 小青被称为相望女王, 经常亲自出国采购, 受害者那样在公司烹饪网红中排名第二, 小青则排名第三, 两人平时没有太多交流, 第一名小娜具有绝对压倒性人气, 一直业配少说450万日元进账, 广见没那么多废话想尝尝小青刚才拍摄的料理, 小青在广见面前属于小他, 借此还宣传了一波, 小娜是为单亲母亲, 做给女儿的爱心便当让他一跃成为顶尖网红, 不过说啥都不愿意露脸, 泽渡也没见过本人, 广见去家里, 只能见到代理人律师和他的女儿云母, 小娜本身坚持不露脸, 所有事物都要经过桃子, 美母说老妈神经比较脆弱, 不想被打扰, 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能相谈, 案发当晚, 小娜在家里研究烹饪, 老道不解, 身体不好, 为啥还要接受我们造访呢? 原来是收到一封恐吓信, 信中写道, 小娜就是下手目标, 广见蹭了一顿三层便当, 才愿意离开, 老道觉得, 小娜为了保住关注人数第一, 很有可能杀掉奈央, 毕竟网红圈很乱, 回去后广见大口朵移, 虽然看似简单, 但味道却好吃极了, 其他同事一听也都抢着吃, 不愧是烹饪类网红第一名, 有点东西的, 酒粮找到一位叫古俊的嫌疑人, 他经常骇入知名烹饪网红主页, 也曾多次骇入奈央, 但从前天起他就没去打工, 猜想目前在逃跑中, 老道去太平间, 亲自看了一眼受害人, 小青上传了与广见的合照, 得到众多点赞, 所以, 看影片的各位还愣着干啥, 遇害的那样粉丝也在暴增, 老道尝了小娜做的料理, 给出极高评价, 泽杜突然打来电话说, 其两人免费品尝他们旗下所有网红料理, 以此为契机, 一边蹭吃蹭喝一边展开调查, 然而当天小青并没来公司, 来到他家却被人打伤头部, 屋内能明显看到玻璃受损, 广见开始抚摸地毯, 小青醒来后说, 回到家有个不认识的人, 从背后偷袭了自己, 犯案人就是谷骏, 监控拍到谷骏租的车在附近出现过, 与此同时, 小娜资讯也被曝光, 他本名叫中道可耐子, 离婚的前夫恰好是谷骏, 此外, 关于那样小狗粘道的液体报告已经出炉, 小青恢复痊愈粉丝增加了不少, 照这个速度很快就能成为第一, 酒粮老道直言不讳, 这次事件起初我们以为是针对知名网红的连续强盗案, 但在那样命案现场却发现了疑点, 那样每一道菜都是他在主页上介绍过的菜品, 之前蹭饭的时候我们调查过, 他聘请过烹饪研究专家, 假装那些菜都是自己做的, 经过简单修饰, 就变成了自己的作品, 换句话说, 案发当晚做菜那人应该就是凶手, 小狗的脚上沾了污渍, 经过化验发现那是特制沙拉酱, 首先那样的卖点是健康饮食, 但桌上却没有蔬菜, 看来凶手只是把蔬菜丢掉, 但并没有注意到狗踩在了撒出的沙拉酱上, 沙拉酱中包含的特制香料就是攻略点, 狗脚上的样本应该就能作为证据了吧, 狗郡并没有杀死奈央, 而是你故意诱导狗郡犯下了其他网红抢劫案, 只为制造烟雾弹, 等时机成熟后开始实行最终计划, 你先施展手艺做了料理, 再用红酒灌醉对方, 等他洗完澡后将其打死, 但之后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, 奈央关注突然暴增, 看到这种现象后也想如法炮制, 说不定这样可以超越第一名的小娜, 于是小青把狗郡叫到家中达成协议, 只要打我后脑勺, 箱子里的钱全归你, 证据就是古郡已经被捕全盘招供, 之前那封信也是古郡得知奈央被杀后才寄送的, 信件并非恐吓, 而是警告前妻小心点, 老道替广箭传话, 以后再也不想吃你的料理了, 小青无力狡辩哭着说, 我牺牲睡眠时间, 无数无刻都在想着怎么做出吸精料理, 最后还是输给了只会做便当的小娜, 甚至奈央都要超越自己, 为什么我的料理就是不行了, 那是因为料理在华丽广见也看不见, 内在不够, 一切都是白大, 老道觉得很好吃, 但不会吃第二次, 所谓的小娜根本不存在, 之前握云母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云母就是小娜, 这是一只每天努力不懈的厨师手, 原来云母老妈有天不辞而别, 为了独立自主只能联合律师, 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, 赚钱只是一方面, 最主要希望老妈能看到, 借此告诉老妈随时都能回家, 这种大家都能幸福的谎言, 看影片的各位能接受吗, 广见也准备开始调查41年前, 自己为什么会失明的案件, 青梅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, 双方僵持不下, 广见只要在脑海中建立平面图, 就能分毫不差地记住, 事发现场是个安保警备会馆, 社长大局手持散弹枪正在与警方对峙, 大约10点左右, 附近录音民众听到枪响, 报案的是大祥先生, 昨天还在正常上班的社长, 一夜间突然变成乱开枪的危险人物, 广见对着重案组刑警说, 请让自己和嫌犯进行谈判, 刑警怒斥道不可能, 大局突然打来电话索要10亿现金, 打开安保总公司网站, 看到他妻子倒在血泊中, 如果不遵照要求女儿也不放过, 广见不管那么多, 先接受所有条件再说, 不过立刻筹集10亿并不容易, 大局表示我可以让秘书工藤去公司班, 即使说他公司至少有10亿现金, 并且要求带上摄像机和麦克风, 如果你们敢试图接触他, 我就会杀掉自己的太太和女儿, 期限为下午3点前, 广见感觉大局说话的方式不对劲, 他声音中的颤抖, 与其说是兴奋, 更像是恐惧, 艺术工藤应该会在2点左右抵达总公司, 另一边广见近一个人偷偷来谈判, 差点没给刑警欺诈, 没想到又把头戴摄影机扔在门口, 进屋后主动要求替换受伤人质, 毕竟你太太情况危急, 我可是在日本的美方代表, 人质价值更高不是吗? 将他太太搬出去后顺便捡起图带摄影机, 酒粮和老道假扮员工准备接触工藤, 然而却被警示厅官房长官叫停, 给的理由是保全公司涉嫌为标, 特搜部正在进行内部调查, 不能随便破坏大局, 老道不想服从, 毕竟立任警示厅长官退休后多半会在那里任职, 高层们强烈要求立即解散, 与此同时, 司长金物站出来表示, 务必搞清事件缘由, 秘书工藤不顾一切搬的钱, 老道塞给他一张纸条, 告知身份, 顺便让他把大局发案动机写出来, 原来大局计划在维标案被捕前逃往国外, 如果不在三点前回去, 就会很危险, 广剑开启感知模式, 闻到汽油和淡淡的火药味, 另外, 时钟的声音比较生硬, 一定是起爆装置, 貌似他女儿也没在这里, 十亿现金到位, 大局不知为何, 竟然哭了起来, 广剑趁机拿出摄影机向小七发送敲击暗号, 老道听出这是摩斯密码, 内容是, 这不是人质劫持, 而是绑架, 他女儿遭别人绑架, 才被迫听令行事, 赎金的交付会发生在运钞过程中, 如此看来, 工藤是在说谎, 赎金有可能早已被调包, 通过监控发现两辆嫌疑车辆, 其中竟有报案人大祥, 可大祥刚下车就被改个正招, 马上三点绑匪已被抓, 广剑让大菊赶紧跑, 一女儿根本不在这里, 大菊这人挺讲究, 没把广剑丢下, 好在爆炸前一秒, 被刑警就走, 另一边主谋大祥却说, 只要大菊女儿一死我的计划, 就能成功一半, 原来大祥竟然是大菊儿子, 绑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, 一年前老妈离世才得知, 亲生父亲是那男人, 通过调查发现他是人渣, 看着他们一家那么幸福, 感觉对自己不公平, 为此想要摧毁这一切, 当得知秘书公堂也参与维标后, 便展开威胁, 当我说可以把维标的罪名全推给社长后, 他很愿意配合, 于是, 今早绑架了大菊女儿, 并将她囚禁在另一个地方, 回到别墅后, 本想开枪警告, 却意外打伤他妻子, 之所以同意交换人质, 是因为他老婆是无辜的, 同时也是重大瑕疵, 总之说什么都晚了, 他女儿监禁的地方将在四点引爆, 时间还剩不到一小时, 广见让老道怎么折腾都行, 老道表示我亲爹是杀人犯, 有本事就别招供, 大祥醒来后于是晚上九点, 还好子弹打偏, 只造成了擦伤, 我们彻底翻遍会馆半径二十公里, 都没找到大菊女儿, 等我们发现绑架地点时, 已看到烟雾, 大祥一听特别开心, 嘴里说着他女儿死在了以前当警卫的工厂, 大祥依然抱怨的女孩儿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, 我却过得如此一般痛苦, 明明是同一个老爸生的明显不公平, 广见很理解这种输在起跑线上的差距, 可人生就是这样, 既然你那么执着投挫胎, 那我再告诉你的秘密, 女孩儿并不是大菊夫妇亲生的, 大祥和老道同时明白, 是不是亲生的根本不重要, 小泉找到41年前的调查报告, 犯人被判无期徒刑, 杀害广见父母的, 竟是老道亲生父亲连天, 广见早已知道一切, 总之, 绝不能让你叔叔知道这件事, 某某码头打捞起一句话成白骨的遗体, 这次广见没有参与, 而是去祭奠老爸老妈, 根据车矿判断一股大概死亡三四年, 经过比对发现, 受害者名叫四郎是个76岁的老人, 美国大使馆突然介入, 难道这句遗体有什么来头吗? 广见前妻带拉请广见老道帮忙, 他是领事馆工作人员, 然而之所以离婚, 是因为广见这个盲人特别滑行, 大约一个月前, 美国大使馆负责东亚事务的一等书记, 被强制送回国, 他在东京中了美人计, 设下陷阱的是位叫李莎的女治疗师, 他专挑老富豪和企业家下手, 因为年轻又美丽, 很受中年大叔和老先生的欢迎, 之后以咨询的谜医跟他们要钱, 如果只是为了钱那也就算了, 美国一等书记也被谜得七婚八素, 疑似泄漏了外交机密, 所以这和马桶的四郎有什么关系呢, 四郎被称为最后的骨神, 他和重要的艺人关系深厚, 同时也是李莎丈夫, 李莎原本是四郎的私人护理师, 负责照顾生活起居, 但在五年前他们结婚了, 由于彼此年龄悬殊, 周围的人都怀疑他的目的是遗产, 结果不出所料, 一年后四郎就失踪了, 日本警方认为, 李莎是为了遗产而杀害的四郎, 美国却认为他是第三国间谍, 所以戴拉需要两人一起调查李莎真实身份, 并向自己报告日本警方侦办禁度, 前一集绑架案, 我可没少出力哦, 这份恩情不能不还吧。 来到李莎豪宅, 也有一群监视他的人, 刚提出请求问话, 被秘书监司机告知酒粮也在, 每次老到都要介绍广建设盲人, 通过触摸来掌握空间大小和周围情况, 这间豪宅是四郎的房子, 李莎曾是个护士, 也照顾过失明病人, 打心里相信丈夫还活着, 酒粮打算透过此刻记录, 再次确定遗体身份, 吉春觉得那女人就是凶手, 毕竟相差40岁, 而且还是个美女, 广建正好持相反意见。 经牙医确认, 四郎牙齿和白骨尸体完全吻合, 头盖骨有凹陷, 曾受过伤, 驾驶位还有块板砖, 推断是有人杀死四郎后, 将砖头放在油门踏板, 冲进了海里, 四郎从多家公司与个人展开投资, 失踪时正因投资不利, 而蒙受巨额损失, 有部分债权人因要不到钱, 已提出赔偿诉讼, 期间李莎将大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, 心疼感叹, 真是个精灵的女人, 她嫁给四郎前, 曾与67岁的黑帮组织归岛结过婚, 归岛同样也是在离婚不久后失踪, 广建主动报名负责监视, 当晚就和一个叫哲也的男人碰面, 她曾是四郎的牙医, 之后又热情拥抱一个从饭店出来的音声, 戴拉也来凑热闹, 被遣返的一等书记官据说有伪造护照嫌疑, 再通过游艇应该可以轻松逃亡国外, 黑道要将李莎绑走, 被老道和广建轻松化解, 秘书被揍得很惨, 借机邀请李莎去酒店包扎伤口, 酒粮小组一筹莫展之际, 吉春发现板砖并非普通家用, 来到酒店广建让管家帮忙拿了水和药, 吉春通过调查发现, 她四年前5月31号在自家附近买了一块砖, 监控显示当晚8点李莎驾驶的就是那辆沉入海底的车, 证据确凿刚要逮捕李莎人又不见了, 只剩一个秘书在家发呆, 广建直言李莎借用了客户的游艇很可能在码头, 好在酒粮及时赶到将其逮捕, 四年前李莎为了钱和遗产与四郎结婚, 原本以为她很有钱谁承想却是官司缠身, 如果再这样下去遗产都要赔个金光, 于是赶忙杀了她并将资产转移到海外, 归岛也是自己杀的, 把尸体绑上重物随便丢入了东京湾某处, 这是广建前来证明李莎是无辜的, 原来李莎和归岛结婚后经常遭受家暴, 于是逃离了那段婚姻与四郎相识, 之后两人真心相爱并结婚, 归岛自然动不可恶, 女人被抢肯定不能忍, 在之后两人发生扭打, 归岛因不小心撞到头死亡, 而码头找到的遗骨并非四郎, 而是归岛, 四郎杀了归岛, 原本想要自首, 却被李莎阻止, 考虑到四郎还得支付大笔赔偿金, 建议他最好失踪, 然后你们两个将尸体连通车子一起推进了海里, 牙齿治疗记录之所以吻合, 是因为被折也篡改过, 真正的四郎一直都和李莎在一起, 聪明的同学应该已经知道, 就是他秘书了吧, 昨天会见的第二个男人是位整形医师, 李莎坚决不承认, 证据呢, 证据就是昨天吃药用过的水杯, 说人话就是同一个人, 还不承认就关门放狗让四郎亲口认罪, 因为他实在太爱你, 不能丢下你一走两只, 也就是说李莎是清白无辜的, 随后广建开启感知模式, 与四郎单独聊了一会儿, 李莎真的很爱你, 只因双方年纪相差很大, 没少别说闲话吧, 但爱上另一个人其实没什么道理可讲, 无论年龄国籍还是性别, 这些都无关紧要, 四郎直言, 我知道他一直在利用自己, 广建摇摇头说, 李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, 这是一个女人, 对一个真爱的男人所做出的行为, 当然真相只有李莎自己最清楚, 老道本想找广建喝酒, 却看到41年前的卷宗, 广建父母41年前在一起强盗纵火杀人暗中遇害, 那个凶手是老道亲生父亲, 两年前写信希望见一面被拒绝, 因此才来日本和老道成了搭档, 这样连天也许就会同意见面, 老道感觉被利用, 不想听他任何解释, 扭头就走, 临走时广建说你父亲真的是坏人吗, 司长哥哥为了家族荣誉和高升, 才把老道安排在那男人身边, 转天广建希望能引荐41年前纵火杀人案第一发现者山藤, 他从燃烧的屋子里将自己救出来, 酒粮觉得广建心机太重直接拒绝, 只有小七不离不弃, 两人刚要坐车, 广建被一个年轻人撞了一下, 身高大约175公分, 登上了新鲜的巴士, 刚才碰撞时感觉到他身上带着枪, 当即上了同一班次, 由于广建是个大名人, 男子直接掏枪将其打伤, 威胁司机立即发车, 去往高速随便往哪开都行, 头戴摄影机被摔坏, 犯人手持一把土质手枪, 自称拓海, 要求所有人将被劫持事件发送到各大网站, 主动公开名字和长相难道是想出名吗, 网络上正大量转发遭劫持事件, 广建让小七想办法确认, 土质手枪有几发子弹, 警方查了乘客名单并没有叫拓海的人, 但两年前某个幼儿园有个叫琉璃的小朋友死在校车上, 当时有个叫拓海的幼师被调查过, 犯人顺势开启直播, 真正的凶手就在这辆巴士上, 看直播的各位请找出真正的凶手并公布在网络上, 如果答对了就愿意释放人质, 反之就要公开处决, 看来他早就知道凶手是谁了, 此次直播备受关注, 网友们聊的内容都是未经证实的八卦, 广见能听到大巴旁边有辆车一直跟着, 一看竟是小拳, 小七通过把白布扔出车外, 内容为尽快查出自制手枪能装几发子弹, 通过调查得知, 拓海原本担任幼儿园校车司机, 检方不起诉后便辞掉了工作, 而劫持人质的犯人也叫拓海, 我们分别叫他拓海一号和二号, 原来二号家里经营了一间密刷厂, 两年前幼儿园出事后工厂订单骤降, 后来老妈身体变得很差, 上个月才去世, 老道不顾一切, 直接破门而入找到吐制手枪吐纸, 确认可以装私发子弹, 与此同时, 观看直播的人数突破十万开始答题, 然而网友们全都答错了, 让自己背锅的近是巴士司机, 也就是一号, 二号表示, 本来跟我没任何关系, 却突然被网报侮辱, 上网一看才知道自己被当成嫌犯, 因此工厂倒闭老妈离世, 然而这并非主因, 一号明明是真凶, 却被检方放走, 本以为网友通过肉搜能找出答案, 谁承想全是吃瓜群众, 你们口口声声不能原谅害死小女孩的人, 却在一直继续网报我, 换句话说, 网友们才是事件导火索, 然而乡民们越喷越凶, 老道通过摩斯密码, 告知枪里可以装私发子弹, 原来小朋友琉璃并非他傻, 只是场不幸的意外, 琉璃有心脏病, 在玩捉迷藏过程中, 不幸昏倒在校车里, 二号完全不幸开了三枪, 现在还剩一发子弹, 老道继续挑衅, 你自己都不去确认网络信息真实性, 就干出这种蠢事, 也挺归哀的, 总体看来你和那些愚蠢的键盘侠, 也没什么两样嘛, 子弹打光后, 广剑开启感知模式, 一击搞定目标, 老道穿了防弹衣, 吐制手枪, 完全无压力, 广剑每日研修提前结束, 明天就要回美国, 老道内心五味杂陈, 两人都因41年前的案子, 遭受人生变故, 转天前来送行, 顺便送上警示听一课, 全体成员留言, 广剑暗示他重要的东西要用眼睛去确认, 发挥想象力, 检验所有可能的情况, 调查报告写着, 连天是为了钱闯入我家, 并杀害了自己父母, 最后还烧掉房子, 完全不像你老爹性格, 这案子背后应该还隐藏着更复杂的真相, 老道问, 我轻跌杀了你父母, 你内心真的有仇恨吗, 广剑直言, 看来你才是被过去一直束缚的人, 既然不恨, 为什么现在要调查41年前的案子呢, 那是因为想找到真正的答案, 就算知道了过去, 我和你也不会发生改变, 不是吗? 老道哥哥惊悟, 顺利容声警示厅长官, 但又不得不延迟上任, 根据美方要求, 广剑要完成41年前那宗案件调查, 公总议员感觉大事不妙, 一家人气氛紧张到极点, 身在监狱的连田因身体不是无法会面, 医生说他病情很严重, 小泉也前来帮忙, 广剑对小泉说, 你一轻二41年前负责调度指挥, 万一确认连田是被冤枉的, 就必须担起责任, 你办得到吗? 小泉表示, 冲到底绝不留死脚, 1982年, 广剑老爸经营了一家不动产开发公司, 累积了很多财富, 案件发生时, 全家都在别墅里, 根据调查报告, 5月25日凌晨零点左右, 山藤巡逻时发现火灾, 随后就出倒在门口的小广剑和连田, 等再次返回屋内, 又发现广剑老爸和老妈, 此时两人都已经没了呼吸, 面对熊熊伙事, 只能选择骑尸逃跑, 大火于凌晨2点23分被扑灭, 司法解剖显示, 老妈身体曾被刺伤, 老爸后脑勺有被击打痕迹, 获救的连田手上则有相同血迹, 他的兜里也翻出许多属于广剑家贵重物品, 因此警方断定这是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, 连田起初否认犯罪, 对案情持续保持坚默, 然而一周后却承认了一切, 接下来门到老道进行说明, 连田在食堂经营上遇到了资金短缺问题, 因为白饭和味噌汤可以无限续碗, 所以不太赚钱, 租的店面正好是广剑老爸的, 于是零点左右便打算偷点值钱的东西, 当确认广剑家吸灯后从开着的窗户进入室内, 就在一楼寻找值钱物品的时候被发现, 连田立刻拿起桌子上的小刀杀了广剑老妈, 丈夫听到妻子叫声和连田扭打在一起, 与此同时小广剑撞到两人, 三人一起从楼梯滚落, 连田在半昏迷中爬起来, 拾起地板上的烟灰缸砸死了广剑老爸, 但当他正打算离开时, 却失去意识昏倒在地, 综上所述有好几个地方不自然, 首先凶器小刀在烧焦的桌子附近, 褪色老爸正在喝酒切入闹, 问题在于老妈收拾房间总是完美无瑕, 当晚不收拾好就睡觉, 肯定不正常, 其次为什么他俩非要在楼梯扭打呢, 按照证词来看应该在客厅打才对, 即便是为了逃跑也不应该从二楼跑吧, 再来就是第三个疑点, 为什么我偏偏倒在玄关门口, 根据调查报告显示, 我从楼梯摔下来想要拼命逃出火场, 虽然逃了出来, 却在玄关失去意识, 接下来是最不自然的地方, 当连天被我老妈发现时竟然没跑, 而是用刀杀了他, 老道回忆起老爸在一起的日子, 一同吃饭一同玩耍, 不认为亲爹是个穷凶极恶的人, 广剑打算去找山藤, 而山藤却已来到东京, 广剑直接表明立场, 41年前真的就如调查报告所写的那样吗, 老道继续问了同一个问题, 山藤表示报告没错, 九族饭饱后分道扬镳, 三人一致认为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, 不过并没有讲实话, 小全通过调查发现, 广剑老爸并非正经地产商人, 和工种议员也有非法勾当, 而工种议员是小全外祖父, 至今仍是正常大佬, 老道一父亲二, 与工种年轻时就建立起了深厚友谊, 就这样三人因土地交易产生了关联, 还有一个叫尺上的人也参与了炒地皮, 以前是跨区域黑帮干部, 直到五年前还在监狱中服刑, 据说现在帮转卖商排队买商品, 老人懒凶懒凶的, 但看到钱之后就像个乖宝宝一样, 当年广剑老爸为了推动工种议员的事业, 叫我们去强行收购土地, 还让我们去连天食堂搞破坏, 但绝口不提41年前的命案, 现在看来是广剑老爸为了炒地皮, 骚扰过老道亲爹, 小青又发现广剑老妈曾工作的地方, 连天也在那里当过员工, 根据连天共称他并没见过广剑爸妈, 这就说明有人在说谎, 当晚池上就被扔进河里淹死了, 七二二告诉金武今天会发现一具尸体, 这可是工种议员的指示, 剩下你懂的, 池上死亡时间为0点到1点左右, 头部撞击潜水区后随之溺闭, 死前曾被工种打过电话, 这很明显是为了杀人裂口, 然而却被高层定性为意外, 老道让大家就此打住, 你们惹不起这帮人, 余下交给我和广剑就行了, 次日一早堵住工种家大门, 广剑直言不讳, 你利用池上杀我父母, 动机是为了销毁土地违法交易证据, 只要找出杀了池上的人, 就能寻找线索找到你, 工种目指老道, 我们都是亲戚, 你不觉得羞耻吗? 老道表示, 从现在开始, 终于相信我今天有可能是被冤枉的了。 小泉刚拿到池上被杀的监控, 就被黑衣人跟踪, 双方在楼梯处开打, 翻滚中小泉腹部遭刺伤, 老道赶来后, 去追飞一人, 一看竟然是山藤。 小泉虽然保住性命, 但并没有脱离危险, 警局高层以嫌犯死亡为由低调解案, 然而这并不能服众, 九良看过小泉拿到的监控, 在池上被害现场, 派到山藤和其他两名男子都和公众有关。 还没等广剑发话, 金藤组长就去拜托扫黑组介入, 其他人更是满腔怒火, 坚决不认可。 接下来的事实, 可能让大家脑瓜子嗡嗡想, 连田和广剑老妈曾触过对象你敢信, 他们约定要一起开店, 连田为了存钱, 一直努力学习厨师技能, 两人工作都很有动力, 但有一位客人, 也就是广剑老爸, 喜欢上了老妈。 广剑满脸问号, 为啥家母没有拒绝呢? 那是因为饭店老板对她有恩, 需要能答应这门婚事, 可广剑老妈无论如何, 都想和连田在一起, 甚至考虑过私奔。 连田为了让心爱的女人过上更好的生活, 主动选择退出。 小权命大脱离生命危险, 接下来压力给到金屋一架, 以至山藤杀死了池上, 那么下令杀人灭口的是谁呢? 从种种迹象来看, 就是公众干的, 但她拥有庞大的权力, 要找到确实的证据, 非常困难。 广剑问亲二能告诉我们真相吗? 亲二表示, 现在还不能说, 这个答案对于广剑来说已经足够了, 然后和老道去了老妈曾工作过的地方消费一波, 玩乐固然重要, 但主要目的还是去查预约记录, 确定老爸当年几乎每晚都来。 老道又发现, 亲二和广剑老爸以及公众有过同席, 问话完毕, 接着奏业接着舞。 第二天, 公众突然被起诉, 亲二顺势把他不法行为资料也拿了出来, 号称当年广剑父亲老程投资失败, 于是打算威胁公部手上的资料, 借此向公众勒索金钱, 公众从委托池上去偷东西, 而池上又把任务分包给连田, 最后酿成了惨剧。 公众虽然承认有违法行为, 但否认利用山藤将池上干掉一事, 那么陈年老案就算解决了吗? 当然没有, 真正杀死池上的是亲二, 而亲二只是把公众当作梯队俩, 转天亲二就打算让连田消失, 三人早已等候多时, 之前老道送给他一只智能手表, 可以得知佩戴者所在位置, 池上遇害时, 亲二就在现场, 通过警示厅全体同仁努力, 广见又发现了个今天小秘密, 和老道竟然是同一个母亲所生, 老妈小金嫁给老程一年后, 连田开了一家小饭馆, 离谱的是, 小金只是老程的情妇, 突然某天袁佩找上门, 只能带着小广健逃离, 之后两人一起经营食堂, 实现了他们常年的梦想, 又过了一年老到出生, 小金突然患上心脏病, 需要高昂的手术费, 连田到处借钱, 但还是不够, 就在这时广健老爸来到饭馆, 他和袁佩正式离婚, 连田自然不会妥协, 接着老程买下小饭馆的土地, 并叫池上展开骚扰, 于是连田再次做出决定, 让小金带着孩子, 投奔老程治病, 更狠的是广健亲生父亲也是连田, 而老妈小金一直将这个秘密放在心里,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, 老程起了疑心, 通过调查得知, 小金在成为情妇之前一直在和连田交往, 孩子也不是自己亲生的, 为此老程打算杀掉小金和小广健, 再嫁祸给连田, 案发当晚将连田骗到家中, 当着他的面刺死了小金, 接着又想找二楼的小广健, 于是他们两人在楼梯上扭打了起来, 三人摔下楼梯后只有老程没事, 把犯案现场布置成入室抢劫, 并让亲二帮忙, 赶不合作, 就把他和工种联手做的坏事全抖出来, 随后想对小广健完成最后一击, 亲二还算有点良心, 用烟灰缸将他一击毙命, 然后继续伪装现场, 把小广健和连田抬到门口, 为了销毁自己存在现场的痕迹, 将整个房子烧毁, 离开时将山藤收买, 如果以上所说全都属实, 为何连田不坦白呢, 那是因为要保护好两个孩子, 最终连田与亲二达成协议, 认为全责, 本当にちゃんと太郎を育ててくれますか? 正義の人間として約束します。 私が二人を殺しました。 立派な警察官になったな。 ああ、やってないか。 ああ、やってないか。 本当の兄弟でしたね。 家族四人で。 食卓を囲んだ時があったんです。 幸せな時が。 では、また来週。 来週? あなたがアメリカに来る番です。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